好,那我們繼續上課 好,那剛剛講到我上的所有課 那這個可以提供各位之後你要選課的時候的參考 那如果你對譬如說計算員學或網路程式有興趣的話 那你之後可以來選 譬如說各位機率統計應該也很多人沒修過 那我們也會用程式來教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機率統計也是可以參考 那如果你以為積分被當了 那你應該還會碰到我 所以那個就不用說了 那所以呢,請你一定要記得我到底是誰 而且千萬不要寫錯我的名字 好,那上我的課的規定呢 各位應該都很清楚了 所以我就很快過去啊 首先呢,你要知道 我的習慣 我的每一門課 都有一個Facebook社團 各位剛剛也加了 好,你們一定要參加 如果期末 我發現沒有參加 我是會扣分的 所以你一定要參加 因為我要公佈訊息的時候你才收得到 有時候 譬如說如果臨時釣課 我必須要通知你 你知道從前沒有這個社團很不方便 臨時釣課要一個一個打電話 哪來那麼多時間 對不對 所以當然是你一定要參加 那如果沒看到 釣課訊息是你的失誤 但是我沒有發 就沒有來 那是我的問題 OK 我會提前發 譬如說至少 一天以前 OK 那我會在社團裡面 希望各位喔 在社團裡面盡可能的寫下 你所學到的東西 其實我們寫 出作業給各位寫 目的並不是要看那份作業 而是要看你有沒有學會 所以我希望你們在社團裡面 不要只是把它當成說 老師指定要交這個作業 所以你就傳上來 好像是被動的這種方式 那是不好的 你就直接在上面跟人家聊天嗎 有什麼關係 在我們的社團裡面就聊啊 計算機結構這個我不會啊 那個概念怎麼樣啊 考試這個題會不會考啊 隨便 好不好 你就在裡面聊 這就是學 不要把它當成太嚴肅 因為老師開的社團 所以我不敢隨便亂講話 往往同學是這樣 各位有沒有發現最近 其實有一種叫MOOC的東西 MOOC MASSIVE ONLINE 然後什麼 O另外一個O 什麼 C C是什麼我也忘了 好來 稍微看一下好了 各位會發現我現在什麼都找自己的城市人雜誌 實在是 太好用了 但是 我忘記是哪一期 稍微看一下 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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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從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ASSIVE ONLINE COURSE 就是大量開放線上學習 那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其實不是 不是原本就是叫這個名字喔 那其實在2002年的時候呢 MIT就推出了一個叫做OpenCourseWare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後來他就開放出很多教材 那有沒有人知道朱學恒這個人 齊幻基金會 還有他也是一個電台主持人 那他也有在賣T恤 基本上他現在說自己是一個T恤 T恤的 的 的 怎麼講 商人吧 但是呢 我覺得他做很多次還蠻有意義的 那 之前 MIT推出OCW之後他就看到就覺得很棒 他就把他翻譯魔界所賺的那些錢 拿來做這個翻譯 但是很快的他錢就沒了 因為 這個東西很大 那但是我覺得這是很 很好的一件事 那你現在可以看到像很多學校都有他的MOOC 像膠大大概是台灣最早做 做OCW的 不是MOOC 是OCW 開放式課程 那你可以在這邊看到你看李遠哲 蔣勳 那這是誰我就不認識了 那這個是那個 這個我知道但是我突然講不出名字 李家彤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目前的內政部長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這種課程你可以在線上就可以看 這個其實已經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喔 所以你雖然在金門大學上課 但是你吸收知識的範圍千萬不要只受限在金門大學 這樣是很可惜的 像即使最近我都還常常去註冊MOOC的課當學生 那有時候我還會觀摩一下別的老師怎麼上課 這樣才能夠改進一下我們的教法 那你會發現我 我這次的投影片做的 跟以前不太一樣 我以前不太用投影片 那因為我 我最近用一個叫Pandalk的東西 做雜誌 用了熟之後就發現他也可以做投影片 所以 你才會看到今天這份投影片 那我們隨時其實都在吸收一些 新的資訊新的技能 那有機會我也會想辦法把這個交給各位 但是 可能沒有那麼多什麼都可以都有辦法交 因為我們時間不是很多 好 那這是MOOC的前身叫OCW OpenCourseWay 那現在呢 MOOC就已經更進一步了 就是說 他不只開放教材 他還做什麼事呢 讓你可以真正上課 線上註冊 註冊完之後呢 你可以去上課 怎麼上呢 你就跟著他一刻一刻走 然後看影片 然後看完影片呢 他有作業 你要做作業 線上有危機的那種版 可以討論 OK 那你跟人家討論之後做完作業 然後呢 交上去 老師會幫你打分數 有一些作業 像選擇的 選擇題的 他會自動幫你改 程式改 老師不用改 那有一些呢 如果真的需要 深論題或之類的 程式題之類的 他通常會採取一種方式 就是讓同學互改 而且名字藏起來 所以你不知道你改的五份到底是誰的五份 然後你幫他打成績 因為你也是被打成績的其中一員 而且呢 當你上完這個課之後 你知道嗎 你可以 拿到 結業證書 休業證書 應該不叫結業證書 休業證書 而且證明你有通過 這門課 你沒有被當 你要得到六十分以上 你才 不會被當 像這門課呢 我進去之後 他都上完了 我還沒去上課 所以呢 我這門課得到零分 OK 那這個是MIT的 電子電路設計 麻省理工學院 那你可以去註冊 真的非常 建議各位 去這幾個網站註冊 哪幾個網站呢 Cosra Cosra UdaCity 和 EDS 你可以去這幾個網站註冊 他裡面的課 Cosra大概是目前最大 裡面的課 琳瑯滿目 像 最近那個 台灣大學 的 的 一個老師 我突然忘記他的名字 他也在上面開了 紀律課 他開始在台大也開始 推說要加入 Cosra 這個 這個 網站 那 喔 如果你 覺得 紀律培學啊 你也可以上他的 我的也有 但是我沒有加入 Cosra 我是自己用YouTuber 自己用社團 自己用 電子書的方式 不是用Cosra 那 用Cosra也有他的好處啦 但是 當然 也有他的限制 那我目前還是比較喜歡 自己來 好 那你可以進去喔 你要先sign up sign up就是註冊喔 sign in就是登錄了 所以你要先註冊 註冊完之後你才可以登錄吧 那你要sign up進去之後你要先 輸入你的 名字 Email 密碼 你才可以登錄 才可以得到帳號 得到帳號之後你就可以 登錄 那登錄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當他開課的時候他會通知你 然後你 要一直跟上 而且 你會發現沒有那麼容易喔 你要花很大的力氣你才有可能會過 不會 不會比我們這邊修課輕鬆 而且通常很累 當然 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沒有辦法防止作弊 所以 當你修課之前 他會給你一個契約書 聲明 你要選擇說 是 我一定會誠實的作答 那如果你違反那個契約書 那 其實 後面就沒有意義 但是你可以在線上 你可以上到 全世界各國 民校 非常 貴的 學費的 那些學校的課 現在幾乎都有 有COSTRA 都有 EDS 都有 Utacity 都有 MOOC 所以 我覺得這個資源 千萬不要浪費掉 如果你浪費掉了 那就 生在這個年代 其實你就沒有 沒有充分的利用這樣的資源 那所以 非常建議各位 可以至少登入COSTRA 試試看 要填的欄位 沒幾個 你現在就可以登入 那我還是繼續講 因為我們 沒有時間 做那麼多事 好 所以呢 學東西 不需要 不需要 一定要在學校 而且 你可以學得很好 光是透過這個 就可以學得很好 那 而且不只有大學 各位知道嗎 最近這個暑假 暑假之前 其實我就 被老婆指派一個任務 什麼任務呢 就是 暑假之前 期中考 上學期的期中考之後 我兒子 的英文 從九十幾分 調成五十幾分 然後呢 我就知道說 他的英文有問題 結果我老婆很緊張 我說不用緊張 那我來教他好了 然後呢 我就教了他一陣子 然後 期末考的時候 第二次喔 就是期中考之後 在第二次考試的時候 他們老是說 他為什麼那麼厲害 他已經變成九十幾分了 然後 其實這個分數 我覺得沒什麼 其實他沒有學會 但是 至少 他 有強迫自己 去背一些東西 我兒子會問我說 為什麼要背 不是用理解的嗎 說英文沒有辦法用理解 一定要背 有些東西 你就是一定要背起來 如果你英文可以用理解的 就理解會英文的話 那真的是太厲害 尤其你沒有那個環境 你又不是生在國外 用理解的 是不太容易 那 但是呢 各位知道我怎麼教他們英文 我一開始 ABC 用字卡給他們唸 後來我覺得太慢了 然後呢 我就發現說 那 我能不能用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來教他們 然後我就去找 然後 後來呢 我做了幾個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上 可汉學院 去 用英文 學數學 可汉學院 可汉Academy 去用英文來學數學 所以他們 在學數學的過程當中 順便學到英文 後來他們 我這樣做了一陣子 後來我發現說 這樣我也很累 而且他們好像看不太下去 因為 他們的動力不夠強 後來呢 我就寫了一個程式 自動測驗 然後呢 是一個網頁 很簡單的程式 然後呢 他會自動出題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兒子的考題 看看各位 會不會 en 就是英文 那這個是 這個是小兒子 大兒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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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是 考題 12 然後呢 如果他 他們其實 字母他其實 不太有概念 所以呢 等一下 有聲音很小 是不是 有聲音很小 抱歉 我 來 Danske 小兒子 不太不 這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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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